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日本拍摄的战争电影 日本海大海战 这部电影有两个版本 分别是69版和83版 今天要讲的是1969年上映的版本 此便是了解日本军国主义产生 发展的重要反面素材 是导演传天立雄延续263高地 大日本帝国的战争剧作之第三部 这部电影的风格是类似 中国80年代拍摄的大决战的那种半计时风格 就是把整个战争根据历史原来面貌这样演出来 包括重大的历史场景 都一丝不苟地遵循史事 好了我们进入影片 日本在甲午战争胜利之后 中国成为它的主要侵略目标 而这与同样图谋中国的沙皇俄国 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在俄国、法国和德国的直接干涉下 强迫性性的日本放弃了两度半岛 以当时日本的实力 根本无法从这三个列前相抗航 日本不得不妥协 俄国逼迫日本放弃辽动半岛一事 以令日本怀恨在心 1903年8月12日 日本正式向俄罗斯提出交涉 要求俄罗斯承认日本在朝鲜有优越利益 日本只承认俄罗斯与满洲铁路有特殊利益 两国几经谈判 均未获结果 明至37年1月12日 日本天皇召开了预前会议 伊藤伯文向天皇进言 因目前的形势急转直下 已到了紧要关头 他要天皇诉下决心 山县友朋也表示俄国可随意动员近千万人 光是在亚洲分潜舰队 就相当于我们全部海军的力量 日本天皇决定尝试再与俄国皇帝联系 请他们答复 1904年2月6日 日本召会俄罗斯终止谈判 并断绝外交关系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巴朗 召集下属指挥官 传达天皇的决定 称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还尚在欧洲 日本舰队准备偷袭俄国太平洋分潜舰队 根据日本的判断 同盟国英国一定不会让波罗的海舰队 从苏银市营运河接到 这样一来 俄国人就必须饶到非洲 这么远的距离 等他们来到这里 战争早已尘埃落定 东乡平巴朗命令全舰队开赴黄海 分别攻击停泊在旅顺和仁川的俄舰 当时俄国舰队的指挥官们 还在开酒会的时候 这时的日本舰队 已经护送三艘运输船进入仁川港 埋伏在港口外的日本舰队 对这些俄国舰队发弄了攻击 2月9日 日本主力舰队在旅适港外 发现了一支俄国舰队 日本主力舰队向俄国舰队发动进攻 并重撞抵军 俄国由四艘战舰被击沉 但由于日本舰队 要冒着俄军要塞火炮的密集炮火进攻 日本舰队损失也相当惨重 不得不撤出仁川港修整 2月10日 从海深晚基地出发的三艘俄国舰队 并开始袭击日本船只 为了能将旅舰舰队一举歼灭 他们打算在出口航海道最窄处 只有90米宽的地方 自成一艘暴飞的船在这里 以起到阻塞港口的目的 因旅舰港水深 最深处只有16米 这个计划完全可以实施 但要执行这个计划 实施的人 就必然会暴露在俄军炮火之下 但日本为了一血前耻 从而能摆脱被其他列强打压的命运 变得勇敢无畏 虽然这次是自杀式的任务 不过申请加入的人非常多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就在2月20日 第一批的用来阻塞航道的船 在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 就被俄军炮火击毁了 3月27日 在旅舰闭塞作战遇到困难的时候 广赖武夫向东向大将主动请营 要求指挥第二次闭塞行动 得到批准之后 就到老旧的闭塞船 附近晚上开始准备 即使当他在俄罗斯担任武官的时候 劫持了很多俄罗斯朋友 但是战争归战争 友谊归友谊 在闭塞作战中 一切都较为顺利 扶紧完打开了水阀门 开始自沉 海军官兵开始向救生小艇撤队 这时广赖 发现一直跟在身边的山野草长不见了 他让其他部下先上救生艇 渗入船舱各处寻找草长 但怎么找也找不到 眼看俄军炮火越来越猛 只得放弃 踏上了救生船 大家带着对草长失踪的遗憾 和任务完成的满足 同心协力拼命把救生小艇 往回滑使 突然之间 一颗炮弹飞来 广赖消失了 即使是在第二次试图阻塞 旅圣港航道之后 敌舰队仍能在沉默的船之间 轻松进出旅圣港 于此期间 在5月上旬 日本陆军第一军 跨过了鸭路江 向旅圣要塞推进 紧接着陆军第二军 在辽顿半岛动陆 然而负责为运送陆军第二军 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三舰队 在5月12日到17日期间 由于受到农雾的影响 结果联系发生了 许多不可思议的灾难 在六天时间里 发生碰撞 或被几方战舰袭袭击 从而失去了七艘战舰 这相当于毁了 日本舰队的三分之一 如今的俄国海军 从数量上超过 他们将近四到六倍 如果波罗的海舰队 约海深远的舰队 一起向他们发动进攻的话 日军势必将副备受敌 这时候 由乃穆司令官统帅的陆军第三军 一开始在大连湾登陆 如果第三军 很快对旅深要塞发动进攻 在波罗的海舰队到来之前 攻克旅深要塞 就不会遭受波罗的海舰队 和海舰队的两面加急 由于此战 关系到日本的命运 几乎是距全国之力和俄军作战 于是日本从本土又调集了 许多警卫后备步兵 前往旅顺 当天俄军海舰队的三艘战舰 在抛击运兵船时 遭遇了日本第二舰队 这次海战十分激烈 被运送的士兵还没有到达预定地点 就被俄军战舰击沉 这次失败 遭到了日本国民们的谴责 把责任归咎于第二舰队司令上村 而第二舰队的任务 必须全力击败俄国海舰队 在另一边的乃木西典第三军 也遭受了旅顺要塞俄军的顽强抵抗 俄国守军依靠配备有日本军队 曾为建过的激光枪 以及其他 一些颇有杀伤力的重武器的坚固攻势 大量杀伤暴露于野外冲锋的日军 日军伤枉慌惨重 伤枉达到一万五千余人 更为不好的消息传来 波罗的海舰队已被改变为 俄国太平洋第二舰队 准备动身了 8月7日 上皇尼古拉二世亲自下达了圣旨 命令维特·盖夫特率领舰队冲破封锁 他到海深外去 8月10日上午8点30分 维特·盖夫特带着太平洋舰队的全部夹当 共计六艘战列舰 四艘巡洋舰 十四艘驱逐舰 驶出了旅圣岗 开始了突围行动 东湘司令官请率领四艘战列舰 两艘装甲巡洋舰迎战他们 就此拉开了大海战的序幕 当东湘看到俄国的全部主力舰队时 简直是新华怒放 他判的就是能够早一天展开舰队决战 维特·盖夫特见日本舰队直撲了过来 急忙下令舰队左转 航向正北 以求脱离和日舰的接触 东湘误以为 俄国舰队是要避免落入劣势阵型 于是他先是命令日本舰队 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随即又向左转了90度 如此一来 日本舰队就变成了和俄国舰队相对而行 下午1点钟左右 俄日两支舰队终于碰面了 双方纷纷开火 但是由于距离较远 命中率不高 同时俄国舰队也无形恋战 胡乱打了几炮就夺路而逃 继续向着正都方向狂奔 到这时候 东湘评马郎才能明白 原来俄国人不是杀出来和他决战的 而是要逃命的 东湘评马郎为了阻止俄舰逃到海盛外 把舰队放在来通往海盛的道路上阻击 因此大部分俄舰又逃回了旅顺口 此后俄国舰队就再也不敢离开旅顺口了 10月15日 在沙皇尼古拉二世和树前群伦的欢呼声中 以改命为第二太平洋舰队的波勒地海舰队 离开了白雪埃的离包军港 开始了前往遥远东方的远征 由于旅顺久攻不下 再加上俄国舰队开始增援 日军上上下下都人形惶惶 日本战船目前都在修整 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陆军身上 为了能尽快让第三军攻克旅顺要塞 日本不断的增兵 此时准备回国修整的东湘平霸了 来到旅顺要塞和乃木西点告别 十字告别 却是来这里给他压力 乃木西点的两个儿子也一战死 由于他的指挥 一直不能攻克阵地 有人还建议更换第三军的司令长官 俄国人经营旅顺多年 要想糊口夺肉 没有那么容易 在日俄战争时期 日本派出大量间谍搜集俄军情报 特别是第二舰队的情报至关重要 他们不惜用大量金钱 支援所有反沙皇组织 使俄国国内很乱 舆论更晚 1905年1月 经过了多次受挫 扔下了大批敢死队队员的尸体 乃木将军 终于率部攻占了旅顺炮台 致使俄国太平洋舰队全军覆灭 明至38年 1905年2月14日 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 在司令官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统帅下 在马达加斯加的鲁贝西港 与后续舰队会合 与此同时 聂报加托夫所率领的俄国第三太平洋舰队 也从礼保军港出发了 东央平马郎认为俄军舰队会经过对马海峡 他让日本联合舰队主力 集结在对马海峡附近隐藏起来 俄国舰队是长途跋涉 疲劳不堪 士气十分低落 而日本舰队是以疫代劳 养精蓄力 在此之前 日本联合舰队召集所有的战舰 开始在镇海湾地区进行实战训练 联合舰队 在这次高强度的实战训练中 几乎打掉了相当于全国一半的弹药储备令 并让每个士兵都了解俄军战舰的外形及特点 东向平马郎在会议结束之后 似乎还有心事 因为几个星期都没有波罗地海舰队的消息 但是他依然坚信俄舰队 一定会走对马海峡这条航线 建议中古海峡和金青海峡都被农武所笼罩 因此 要想指挥一只庞大的舰队从那里通过 是几乎不可能的 此外 农武下的低能舰度还会引起舰之间的相互碰撞 更何况波罗地海舰队一直马不停地赶来 很可能会遇到染料不足的问题 因此料想他们不会去无谓的绕道 虽然东向担心的是无线电 因为舰队的无线电还不是很稳定 如果在对战的时候 无线电出现状况 各舰队之间就不能有效的协调 这时 在俄国的舰铁发了电报 东向的判断是正确的 此时的日本只能孤注一掷 要么从此日本被殖民 反之 日本会逃到被灭亡的命运 从而成为世界列强 5月26日 波罗地海舰队的司令官 他拒绝了其他参谋们的建议 决定要从对马海峡通过 这是去海市湾最短的航线 公公岛渔民发现俄国舰队后 划船28小时前去报信 于此期间 西农湾号辅助巡洋舰 也发现了波罗地海舰队 公公岛所提供的情报 比西农湾号所提供的晚到一个小时 这样俄舰队通过对马海峡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1905年5月27日 停泊在珍汉湾中的日本三立号战列舰上 东湘平巴郎下令全军出动 而今天还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登机纪念日 日本战舰向所有舰队打了旗语 皇国兴费再次一战 各员一同奋力努力 5月27日下午2点 东湘下令各舰一次转向 左舰16点 180度呈U型拐弯 来个敌前大回头 这就是东湘的策略 首先全体攻击敌舰队的领头舰 争取预期致命的打击 从而连接住敌舰队 波罗地海舰队也毫不示弱 迅速开始了炮击 5月27日2点10分 日本舰队大部分已转向完成 并开始用猛烈的炮火预意回击 日本利用改良的下来火药 杀伤力大增 加上准确的命中率 额渐损失惨重 罗杰斯特·文基斯重将 出了重伤 众人将他移到指挥塔 此时的他已经陷入昏迷状态 5月27日7点20分 俄军旗舰 索沃洛夫公爵号 因多处损伤 航俗减慢 且舰上只剩一门尾炮尚在还击 最后在日军雨雷快艇队的包围 及攻击之下 终于沉没 5月27日7点30分 由于黑夜已经降临 东乡将受伤残顿的鹅舰 委托由鱼雷艇继续追击 并驾驿击沉 其余日舰全部撤离战区 船令各舰 次日与鱼领导结合 而此时的鹅舰 由诺伯加托夫绍将 继续率领俄舰 向海舰湾方向逃逸 但日本雨雷艇却毫不放松 第二天上午 朝海舰湾方向逃离的 残予俄国舰队 再次被包围 在日渐猛力的炮击威胁下 接任指挥的 俄军第三舰队司令 聂伯加托夫海军少将 命令各舰 挂白旗停止抵抗 宣布投降 至此 对马海峡之役结束 俄国波罗的海舰队 被联合舰队 击伤及击沉了33艘战舰 而沙俄海军 却多达5000多人阵亡 8000余人受伤 6100多人被俘 整个太平洋第二舰队 基本覆灭 日本联合舰队 在此次大海战中 副主被击沉三艘雨雷艇 伤亡700人的代价 以至于信息弱狂的日本人 将5月27日 作为当时的海军节 此后 俄军的士气完全崩溃 不久就与日本和谈 日本如其所愿的得到了一切 对日本而言 此一战争 最重要的意义 是日本海军在世界上的地位 仅次于英美 成为第三强海军国家 而东乡平霸郎当将 也就成为 日本军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甚至以战神和守护神之名 来形容东乡 在日俄战争中的成就 这一连串的信心 也奠定日本海军造舰发展 以至于向太平洋扩张的雄心 日本称霸世界的野心 也因此加速膨胀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日本都积极进行着对外侵略 为日后亚洲的动荡 埋下伏笔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